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编辑的节目 这个有爱新西兰的《记得台仰》还有社长Ray敏王 大家好 还有马来西亚的马来家人 各位朋友也好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同时也可以大家多点留言、交流下的 继续壮大中栏模式的力量 好了,今节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在外国,个个人都说要抢疫苗 抢到轻轻含含的 搞到很多比较没那么富裕的国家 都是叫救命啊,没得打 这么好的事 这么惨的时候呢 幸好还有中国 全靠中国的了 现在全世界都是靠中国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第三世界 全个第三世界都是要看中国的头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西方他们的疫苗供应 是轮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 基本上他们说西方国家 我们会支持你们第三世界人的 让他们有疫苗的 全部都是口桑荷包了 他们先支持自己 我打完了,你们就可以打了 不过 我们正在打 打完再等我 等一会儿都不行吗? 死人的啊,大哥 怎么等啊? 事实上真是很多国家 你们练战命 那要讲一下吧 现在讲讲秘鲁的情况先 秘鲁这个国家呢 有个澳洲的官员呢 他就称赞这个秘鲁的抗疫 是做得好的 但是当然了 当然是乱叉喊喊了 秘鲁死了四万多人 一个三千多万人的国家 死了四万多人 都死得不少人 不少啦 是啊 是啊 那现在基本上就 旅游业廢了啦 本来就很多人都会去那个 那个亚马逊这个森林那里 原始森林去看一下 结果完全没得看了 现在就是这个秘鲁 那还有些名声估计啦 那本来都很好生意的 那这些要添输 是啊,自从疫情来讲 就收了工啦 那尤其是那个 马丘比丘 那那个马丘比丘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译法 叫做马丘比丘 或者马丘皮丘 那其实是一个印加帝国的著名遺跡 那遺跡里面当然有些 好像金字塔啊那些东西 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们的 就是所谓的历史保护区啦 那现在基本上没人去的了 那现在 大家都是叫中国帮手 尤其是在北非的第三世界国家 或者叫做发展中国家 就是叫中国 你们帮一下手啦 我们需要买你的国药 和科兴疫苗 很多国家都需要的 在香港呢就反而 对这个科兴 言三言四 那些黄友而已 政府都是根据程序做的 就没有特意 又说要有因 别人需要有因啊 有因 有因就是另外一个人说的 有因他就是 有因他就是 他基本上有因就不是针对科兴的 这个都公道点说 他连白老鼠也听到针对 哈哈哈 又有因才打 哈哈哈 那又说 就是之前又说做白老鼠 其实那个华人 就是怎么说呢 说香港政府要那些市民做白老鼠 那次也都是由我一绿割粉的 就是动防报道的时候也都有他的 有议员认为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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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个议员的 哈哈哈 每一天都是引述那两个议员的说话 哈哈哈 就是要有多荒谬有多荒谬 那现在其实呢 中国疫苗 它西方针对中国疫苗 它是针对几样东西的 就是说 研发的时候不是公开的 那这个呢就有语言的 因为呢 科兴啊 和这个国药啊 其实 都是很公开去做测试的 那它说 就是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针对 中国疫苗那个数据的问题 数据呢 其实也是公开的哦 只不过呢 就是公开的程度呢 就可能 没有西方疫苗那么完善 是 因为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 就是帮这个 这个中国做第三期测试的地区或者国家呢 它们没那么先进 所以有些数据不齐的 就好像土耳其啊 巴西啊那些数据 不是很适合的 还有巨大的差异 一个方法都是 那个测试的方法呢 都不是一样的 那当然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能够做到 现在这样的成绩呢 都已经是非常之好的了 我认为 嗯 那秘佬他就 就是其实就 非常希望呢 能够 获得大量的 中国疫苗啦 那可以尽快呢 就令到 最少七成的国民呢 都是免疫的 那就可以做到群体免疫了 本来呢 秘佬呢 其实是 订了 那些西方疫苗 但是呢 那些药厂就不 给他 他出的钱少呢 是不是要镜头那样呢 加高的者得先 不知道啊 但是呢 他那个问题就是 西方给他的数又不够啊 就是怎么说呢 他得千多万剂 但是他三十几万人嘛 不是 三千几万人 不是三十几万人 三千几万人 三千几万人 那他得三千几万枝 那其实就不够用了嘛 那现在他一定要 就是要中国疫苗去补回那条数 那又要中国疫苗啦 其实中国疫苗就是一个 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最佳选择 其实现在是 嗯 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中国对这个疫苗供应 照道理应该都是 非常紧张才是的 因为这么多个国家都要开口 说希望要 购买中国的疫苗 其实我觉得 就是 好像澳大利亚这些 西方国家呢 其实是面子挂不上的 到最后都可能是要买 要买中国的疫苗 没办法 因为 买不了那么多剂 运不了那么多剂来 分不了那么多给你们 现在 看回那个 疫苗接种的情况先 是 阿拉伯联合邮长国呢 就大概 百分之 四十一的人 已经接种了了 嗯 百分之四十一的人 接种了 起码一剂了 现在还没接种了两剂 但是他起码都打了 开始 那以色列呢 就百分之四十点二的人 已经接种了 那 BNO祖国呢 就百分之十七点七 巴林 巴rain 就百分之十一点三 USA 就百分之九点四 丹麦 就百分之三点四 斯洛佛克 百分之三点三 波兰 百分之三点二 那跟着 其实之后 那些欧洲国家呢 都很少人 打了疫苗了 那不过 这个现实就是呢 澳纽是最迟的 因为澳洲呢 这个整个大洋洲 说的 基本上是 现在应该 打了疫苗的人呢 不到百分之零点一 这个真是惨 这个是最落后的 就是如果说打疫苗来说 那但是 就是究竟疫苗 在我们这里 有没有实际的用途呢 就不是真的 那么紧张的 因为我们的疫情 不是很严重 那中国其实本身 自己的国家呢 都是 只有百分之二点二的人 是打了疫苗的 嗯 都已经打了很多的了 这二点二 啊 全国那么多人 但是按比例来说 它要打到百分之七十 才可以真正群体免疫 所以看来都是 可能要以 想连计的 才能够 去到这个数字 这么搞的 其实是要靠这个 解放军那只 MRNA才行 因为灭活的量呢 做不到那么多的 没有那么快的 生产速度那么快 生产速度是不够 MRNA那些那么快 所以现在是 看看解放军那个 那个 MRNA疫苗 什么时候 做完第三期测试 做完第三期测试 那全国推的时候呢 它就应该可以回很多 不过当然有人说 那个疫苗准 是会有一个问题的 那就是这么说 我认为呢 这一样东西呢 国内其实问题是不大的 因为国内呢 有些疫苗呢 都不是用 最高档的那些疫苗准去装的 那是不影响疫苗的效力的 那如果解放军那个 那个MRNA做齐了出来之后呢 那个情况就会改变 我不是说国药啊 科兴那些不行 那些都行的 但是 产量呢 跟不上 现在其实 其实国内都有很多人 等着去打疫苗 就是有些人说 香港人优先 什么什么 跟内地那些人说 我就觉得 就是香港人有 憑什么有特权 就是国内的税 一元都没有你睡觉了 其实就是 就是香港的税 你有睡觉 但是 连驻港解放军的费用呢 你都没有给的 那好心你就不要要求这么多了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 你这么多要求 就是周末乐哥就不适合 本身那个形象 就是过去的乱局 搞到香港人的形象 在全国里面 都是直接插到局底 就是说香港人呢 就一定是差不多坏人 就是很贵 就是比小部分的友仔 搞到整个香港的形象 坏到贴地 还要在疫苗这些事情 就说三到四 有你又呱呱吵 又说不去打 虽然是欺账的 有些友仔 很多国家 想打都没得打 都是要找中国打 找中国卖 就算 我们今天之前有些节目都讲过 在澳洲 澳洲的卫生官员都说 他们是说有渠道 要可以向中国那儿购买一些的 就是连澳洲都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差 都会想这个方法出来 想向中国买一些疫苗 所以说 你这些在香港有些友仔 或者那些环顾分子 是多么可惡呢 他们说的东西 实在 全世界都要的东西 还可以拿来做文章的 无论是反对中国疫苗 反对或者反对西方疫苗也好 这部分这类人 都是非常之 都是做一些很恶劣的事情 说一些很恶劣的说话 那不要紧要了 不过现在 科兴 现在已经走出国门了 还有国弱 国弱现在都去了很多地方了 埃及啊 柬埔寨啊 圣诺啊 圣诺啊 秘鲁啊 那些都 开始 买这个中国疫苗 其实有些发展中国家 真的已经是 想定是一定要靠这个中国 去搞定这个疫情的了 就是秘鲁就是第一个 讲到明的国家 根本就讲明说 喂 我们不行啊 如果要全民 全民打了疫苗的话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用中国疫苗 那他们的国民是接受到的 那国弱的疫苗呢 在秘鲁呢 其实已经打着了 那现在 会买3,800万剂 基本上 就是 他的人口 多 人口多几百万左右 他应该是3,400万人左右 那他就买3,800万剂 那其余那些他要买呢 就会买西方疫苗 嗯 那其实有些人呢 就说 秘鲁这样做呢 是对不起这些国民 因为呢 就买这个次货国产疫苗 就是中国产疫苗 那是谁说的呢 就是 美国宣明会 其中一个发言人 说的 就叫做Oxfam America 那Oxfam America 很明显呢 他说的那样东西呢 就是说 中国疫苗呢 就是没有公开的数字 和那个有效程度呢 就 不及西方疫苗 这个Oxfam 如果我没有记错 真的是孙明会 他这样搞呢 这样讲 其实就 不是很合适的 就是我觉得 哦 他在这些事情说三道四的 你孙明会 对不起 不是不是不是 孙明会讲错了 是诺诗会 诺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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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其实搞错他们 诺诗会 是一个 专门就是 关注这个 贫穷问题的一个组织 就是 这个组织呢 就 搞了很多年了 就是在非洲 南美洲 都有很多工作的 但是 那么多年来呢 这些国家 都是 很多人都是 在贫穷线以下 都是很贫穷 它是做这些工作的机构 它其实有什么资格可以在疫苗上面 是 有什么专业资格可以评论这个疫苗的所谓的效用呢 其实 我知道 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这个 有名的 Senior Advisor Nikolas Luciani 他说的 就是 其实就 是 一个 差一点的 product 基本上 他就说 其实就 他就说得很 忍悔的 某程度上 他说 是 因为中国疫苗是没有全面公开的数据 尤其是那个有效程度 所以 秘魯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 他就会买这个 中国疫苗 这样 但是 现实就是 如果不买中国疫苗呢 秘魯 到2022年尾 才有可能 做到群体免疫的 那现在当然 现在还有人质疑 究竟中国做不做到这些 这么多疫苗出来 嗯 但是有这么多 国家 对这个疫苗的需求 中国 供应不上 老实说 我也都是 可以理解 但是 在其他西方国家 到这一刻 都不停地批评 现在中国在搞疫苗外交 那什么叫疫苗外交呢 就是 透过疫苗 去错你西方 第一线国家的锐气 但是现在就 现在很有趣的 现在就 不是真的 一条外交战线来的 对中国来说 就是对中国来说 就是 因为中国一直都说 一样东西叫做 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不对 好像在欧洲 有个国家 叫做塞尔维亚 那么 塞尔维亚呢 已经接受了 第二批 中国来的疫苗了 那么 他也都说到 在 就是这位 塞尔维亚总统 武契奇 就说到 在没有人在乎我们的命运时候 中国就运来呼吸机 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看到我们巴以干地区任何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拿到一剂的欧洲的疫苗 只能眼白白地看着欧盟和世卫组织的分配计划 甚至我们还指望他们 我死得了 聂尔维亚总统都这么说 但他真的死得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 这个 很坦白说一句 他不好听的现实就是 现在 欧洲的疫苗本身已经迟了 因为 扔钱进去 就是美国和英国 英国都扔很多钱进去搞 所以他们要先 那欧盟呢 他经常是想想缩数的 就是你看得到的 他就是想搭便车 接着别人不让他搭 他就咬人 还有其实英国 英国拿了钱去做这件事 就是很坦白说 他们的国民先打仙都是很合理的 因为他扔钱出来先研发仙 就是好像国内的疫苗 国药的疫苗 那我觉得 应该都是给中国人先打仙是对的 那现在国药就说可以做10亿剂嘛 今年 那但是 那些专家的估算呢 大概他的产能 就是今时今日的产能就是3亿剂 3亿剂很准的 所以你说要打完 14亿人打完疫苗 根本不是一件那么容易做得到的事 就算国内也是 嗯 所以你说什么香港人优先 那些根本 神经病的 我只可以说 凭什么 其实香港最应该就是在西方那里 自己和西方搞定了 用钱去解决问题 就不是动一些就靠中央 就是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你动一些就靠中央 不过当然了 一定要买回一些 国药或者科兴的 那现在买的科兴都一样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香港现在有一帮人 就用这些东西去做文章 就是究竟 是不是要打中国产的疫苗 才叫做爱国 有些人是讲这一套东西嘛 那 就是香港很坦白地说 其实香港真正用身体力行去外国的人 是很少的 就是我估计 如果大家都有得选去打疫苗的话 BioNTech那些疫苗 或者牛津疫苗 打的人是会多过科兴的 我讲过现实而已 就是可能 根本运了去香港 根本可能是浪费了一部分的疫苗 所以那些人说 什么香港优先什么什么什么 整条打针通道那些 去内地给你香港人打 其实我脑里面闪过三个字 就是凭什么 凭什么先 没有的 我讲过现实而已 就是我们不是说 为了照顾内地网友 才这样讲 而是你想想香港 整体来讲 香港人做过些什么 过去那两年 政府叫大家齐心抗疫 没错有一部分人听了 但是有几多自称外国的人 不断扯特区政府后退 到现在还扯跟着 就是讲到这里 其实越讲越生气的了 不过呢 大家都要回去看个现实情况 就是除了国内之外 中国的疫苗 在外边的需求都很大 那究竟中国可不可以 满足到这个全世界的需求呢? 我是有问号的 我是觉得 我就没有什么信心可以满足得到 因为这么多国家来 来拿疫苗的时候 就算你平均分 平均分之后 就变得 每个国家可能分得很少 其实帮助就不是很大 都变了 就是对每个国家来讲 杯水车身 就变得 因为需求很大 你要一个国家 一个中国照顾这么多国家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受太高 那好吧 当然了 也都有一些秘鲁人 都是要反对中国疫苗的 尤其是他们那个众议院 都有议员是反对的 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莫药 被做完第三期测试 那就不应该在秘鲁注射 很坦白说 如果秘鲁 还有人这样说的话 我就建议国家 将那些疫苗给自己国人 用了才好 无谓浪费时间 就是说真的 你拿去给外面的人 还要给一些人在那里质疑 就是其实 其实我觉得去香港 都是不对的 有一部分都是质疑国弱 说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或者科兴那种 又是说这个不行 那样不行 总之数据给了 其实就应该一定要批的 我认为 之前订出来的条件 都满足了 一定要批的 就不要再在那里糾纏 有没有论文那些 期刊论文那些 根本就是贼腰的东西 好了 那这一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是啊 好 下次再回去 拜拜 拜拜